大家好,歡迎收看低能時報 我是講笑姐L.Y. 新年流流我上腰 Sorry 新年流流除了食盆菜 盆菜? 以及每一年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時間 看來同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那些賀碎片S 即是富貴不仁 以及新年財之外 因為很多人都會佈置到很有新年氣氛 而講到新年裝飾品的表表者 怎可以不提兩個字 徽春 徽夏 徽秋 徽冬 不要再食字 大家知不知道徽春最重要是哪兩個字 最重要是徽時和我春字 人家就反過來說 徽春應該是這樣寫的 徽 徽 徽 希望筆說不會錯 不過錯是沒有辦法的 徽 徽 春 不知道為什麼呢 讀字典呢 他播出來的時候 很喜歡拖長的音來讀 徽春 嘩!寫對了 徽春就是這樣寫的了 新年除了寫徽春之外 很多人都會看運程那些東西 犯太歲犯太歲 所謂犯太歲者 就是嫌犯太歲 那就吃足 再不是 煮飯的時候加一匙水 那肯定不會犯太歲 在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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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 有一隻烏龜 和一隻兔子 他們訂閱了低能時報 分享了一些片給人 和按讚了這段片 最後王子和公主 就幸福快樂地生活下去了 不要問為什麼 低能時報同仁 一人見了 祝大家 新年平安 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見 拜拜